深色系并不代表沉重跟压迫感 今天以黑色系为基调的空间 反而营造出简约的华丽感 擅长现代简约 低调奢华 为屋主量身定做的独特风格 张鑫设计师要带我们进入今天的幸福大视野 其实每一次看每一个居家空间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先听这个家的故事跟背景 然后再来看这个房子 我会觉得对这个房子 有更多的认同跟感情在里面 张鑫 像今天这个房子 其实屋主搬进来 已经一年多了对不对 对 他们家的故事背景还蛮有趣的 对啊 因为其实我这一次 第一次涉及到说就是屋主是西藏人 他是一个藏人 然后就是说他买了这个房子 是要跟他太太 还有就是岳父岳母同住的 所以老婆是台湾人 对 老婆是台湾人 他算是台湾女婿 对 OK 好 那这个空间真的很棒耶 他是要买给这个女儿跟岳父岳母同住的 对 就是他们是一个很欢乐的一家人 然后就是说全家住在这个 大概105坪的一个透天里面 对 那空间当中进来会发现 他的颜色蛮沉稳的耶 一开始屋主找我的时候呢 因为他一开始喜欢的其实是比较重的颜色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有点吓到 为什么因为他单层面积在10几坪 其实真的不大 透天别墅通常单层面积不会大到哪里去 对 那当然如果完全下重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哇 那空间不是真的缩小了吗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比例上做一些调整跟变化 就会让空间看起来就是他想要的 就是比较稳重 然后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华丽的感觉 对 那因为屋主他本身是常常就在印度经商嘛 那你知道他很喜欢就是印度的那一些 异国风是有一些闪亮跟华丽度的 对啊 你看那个亮片啊 肚皮肚子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在帮他做这样的设计的时候 就是一样就遵循我的582的这个原则嘛 因为我知道他将来会搭的这些软件 可能会带进一些有亮度的东西 比如说他买回来的这些 收藏品啊 或者是像窗帘啊 或者是壁纸上 它都会有像一些水钻 你等一下在主卧室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基调上可以种 然后让它沉稳一点 然后将来呢再用这些家室家具 然后去把它衬托出来的感觉 这样空间就可以变亮了 把它再提拉税一点 对 对 不过我知道因为这女婿很孝顺啊 这个空间是买来让女儿啊 岳父岳母同住 因为她如果经商不在台湾的时候 至少爸爸妈妈也可以照顾她的老婆嘛 对 没有错 所以空间当中有一些这个 岳父岳母的兴趣也有结合在整个设计里面 因为爸爸就是本身很喜欢泡茶 岳父喜欢泡茶 对 所以就是说除了就是客厅的空间之外呢 我们另外呢有做了一个地下室的空间 它是一个歌唱的空间 我知道啦 泡茶 然后一边唱歌 OK 对 然后就是说还有另外就是在 其中有一层是孝亲房嘛 然后它外面是有一个很漂亮的露台 把采光最好的部分呢 留给了爸爸妈妈 对 它就是可以在户外做一个 就是泡茶的休闲 对 好棒喔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好棒的 好孝顺的女婿喔 对 OK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空间当中 你会觉得它真的充满了一个欢乐 还有一个爱的味道在这个家里面喔 其实我们要看 因为它是个透天别墅喔 所以它每一层的功能其实是明显的 像这一层我们客人进来一定是在这边嘛 不过玄关的功能大部分我刚看到 是整合在楼下的部分 对 因为它这边的条件其实就是说 它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玄关 所以就是说当初我在想这电视墙的时候 也还蛮伤脑筋的 所以就是说我 就是让玄关一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做了一个L型的转弯 让电视墙的墙面是做延伸的感觉 所以就是说这边我就进来做一个端紧的 一个借紧 然后它常常时常出入的部分 它是在楼下的这个车库的部分 所以大量的鞋柜呢 我们就设置在楼下 那我就是在电视墙做了一个 简单的鞋柜的设计 比如说客人来啊 里面放了一些地板拖鞋 在这边做设置 其实这样也不错 虽然它的玄关功能 还有大部分使用是整合在楼下 雅成库的部分 但开门一进来 我至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像是 简单的视觉焦点跟端节 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它明显的切割说 这一定是玄关 或这一定是电视主墙 我是让它做了一个整体的设计 其实通常我们在空间当中 看到黑色系或是白色系 这是最难够做层次的颜色 所以我们看到这电视主墙面 延伸进来L型 你怎么把层次从黑色里面拉出来 应该在讲说我的设计里面 我通常都会先定调风格 然后风格以后就说 我要用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素材 来创造这种风格 比如说今天这个是简约里面 带一些华丽度 是以黑色为基调 我就会用不同黑色的这些材质 比如说你看黑云石 或者是钢刷木皮 你看我们现在电视主墙 它就是用一个黑云石的食材 它是比较一个细腻的食材的那种 那个面 精致的感觉 精致的感觉 底的话它是钢刷木皮的一个出皂面 它两个的层次的反差 会让那个空间的层次 是变得比较漂亮的 所以同样是黑色的部分 除了在层次上看得出来 其实它那个精致跟粗矿 也有没有对比的那个效果 对 那我们这样黑云石 一直从墙面 一直延伸到整个这个台度的感觉 然后就是说我在进来的地方 还有做一个斜切角 因为它的门开的问题 然后就是说整个切角 这样一直拉拉拉拉过来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电视墙 它其实本来可能 它的宽度大概只有这样子 那我因为用一个L型的台面 做转折以后 你会发现它的视觉 跟墙面的感觉 它整个主墙是延伸的 觉得电视主墙的 墙面的宽度 放大了 放大了 对 没错 接着我们来看到客厅当中 张欣用了一些 视觉上比例的原则做调整 也因此这个空间 虽然呈现是比较黑 比较深色的色系 但感觉不压迫 对 因为当初这个屋子的 那个屏数虽然单屏 它没有那么大 可是就是因为它的高度是够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高度够的时候 你我们墙壁压一些重色 然后再把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天花板 有做一些层次跟线条 然后让它节节的往上拉伸 其实如果你要做重色 这样子是OK的 那我问一个问题 假如今天我的挑高 房子挑高没有那么高的话 是不是你可能会在空间的黑色系 就会拉低一点比例了 对 就是去调整它的比例 让空间的层次是 应该是讲说 我们去切割它的空间的那个 色块 色块 然后让它的比例是正确的 你看起来的那个视觉效果 就是OK的 另外在沙发背墙的部分 可能观众朋友 从镜头上看起来 它就只是一个很素雅的颜色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颜色在挑的过程 它其实是有很多考量在里面的 对 因为它 其实它的木作跟食材比重 它这都是深色的嘛 所以就是说我在墙壁的部分 我就用了一个暖灰色的色 去做它一个中间色 这个暖灰色跟深色 接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不会觉得很明显的被切开 它会比较柔和一点 如果用白色的话 可能就一刀两段的感觉 对 黑白对比会比较重 它中间的一个 我就希望说它看起来有点 糊掉的感觉 一个模糊地带的那种颜色的感觉 那如果说我们在沙发背墙 因为其实它的环场的深色 我们比重已经有了 那我就会希望说 在沙发背墙的颜色 它是比较干净的 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没有给它太多的设计 我们从哪里 从它的家具 那像家具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可能除了黑色的沙发之外 我们可能挑了一些 大概有带银色的 有点亮度的感觉 去呈现它一个滑丽度 它整个感觉就不会就是很沉重的黑 整个压下去 那譬如说我们可能在软件的选择啊 譬如说抱枕 抱枕 就是花有点线条的感觉 包含沙发 那个窗帘 它会有一点点就是底纹出来 它就是从深色里面 它带一点点就是滑丽的线条 那它看起来层次出来 这样就OK了 就不会感觉是那么沉重了 是啊 所以你知道一个空间当中 虽然我虽然以这个 比较深色的黑色系为主 还是必须要跳一点辅助的一些 元素跟条件 空间才会有那个层次感出来 不然老实说进来空间颜色这么重的话 一般人都会觉得有压迫的 对 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提到 像这样子的秋天别墅 它单层的面积其实不会很大 可是那你空间要怎么做出 大宅的气势呢 大宅的气势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常运用到就是一个比例 跟对称的条件 那所以就是说 虽然这个餐店的空间 它虽然不大 所以我就是在墙面上 它都是做了对称的设计 那它空间的感觉是会比较稳定的 那我们现在讲说餐厅的空间 我们以 我会做一个主虫的设计嘛 所谓主就是所谓主墙 那像我们背后就是所谓餐厅的主墙 那餐厅的主墙呢 我运用的材质 它也是 就是采用对称的设计 那我运用材质就是食材 黑镜 黑色的钢刷 黑色的木皮 就是你会看到说 我所有的 整个所有的材质 其实都是已经在这里表现了 你黑色的元素 会运用到的材质 其实这个墙面 就是主墙面 已经很清楚都看到了 对… 那你看这一面的玻璃柜的墙面呢 因为我们讲主虫嘛 所以我在这一个玻璃柜 其实给它的线条 并不是这么多 就是让它黑色面积很简单的带过 那我们在左边的对称设计的部分 它就是进楼梯间 那右边就是进厨房 它就是一个黑色的木皮的墙面 很简单带过 其实老实说 因为这样子的墙面 牛是到底 然后没有什么线条跟接风 我反而会觉得它是一个完整的墙面 就不觉得你其实隐藏了两个门片的 动线在里面了 是 没有错 那因为 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就知道说 其实它在印度金上 它喜欢有一些亮度的东西 它也会买回很多的收藏品 你看那个… 那个杯子跟那个壶的那个茶具组 对 还是喝咖啡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它就很印度的味道 其实它收藏的东西 真的很有一国风味 所以我给它的基底 一定是会很简单很干净的 比如说我给它灰色的镜面底 然后就是黑色的木皮框 然后去做一些层次上的那些对应 那我们在这个圆桌的空间 譬如说它六到八个人用餐 那我们选了一个圆桌 圆桌其实就可以让那种 譬如说有豪宅的气氛 还有一个就是餐厅的精致度 透过圆桌来表现是更好的 然后再加上就是上面的水晶灯 水晶灯的这个伸晶感 有对称到它收藏品的感觉 对 那其实这就是深色的基底 然后有一些就是亮度 然后来呈现整个就是滑丽的质感 就是一个亮一个声 加起来balance 而且如果就是像 你现在看到的空间感 对 哇 张欣 这个主卧室进来的空间 有一种静意的感觉 就是整个是平静 然后觉得跟外面的那个成销 是一事可绝的 对 因为就是主卧室 我们可以让它就是说 整个沉浸下来 那因为当初这个主卧室 就是说 因为它是比较长嘛 所以我们把它 划分为成两个空间 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 我们视听区 看电视一个小客厅 一个就是睡眠区 那因为屋主他比较常住过 就是国外很多饭店嘛 然后他那时候的想法是希望说 他在睡眠区的部分 他可以把地板架高起来 然后就是说让空间的感觉是有区分的 他一个就是说 他觉得架高的部分 让他觉得是 回来是有休闲感 是可以休息的地方 所以他希望把地板架高 所以就很自然而然形成两区 我们前面这区是他的睡眠区 对 后方就是看电视的一个小客厅 对 好 OK 那因为当初就是说 我们一般有的在主卧空间 可能会让他这样子的空间 因为是穿透的 是Open的 那因为就是其实屋主他很贴心 就是说他可能 可能回来有时候 会有一些时差问题嘛 他也许看电视看得比较晚 那太太想要先休息了 所以就是说他在这边 我们就可能简单做了一个 这种玻璃隔间的拉门 去做一个 两间的一个区隔的感觉 不过我知道你在空间在做的时候 你通常不喜欢那么 黑白分明一刀两断 你的空间还是会有一些延续跟串脸 对 那因为在主卧空间的时候 就是说我不太喜欢空间 划分得这么的清楚 所以我在这两格的区隔 其实我都是用玻璃的感觉 跟一个简单的木皮 去做一个延伸 那因为像在这间的设计上 就是说我可能没有让它 就是太过复杂 你看它这个壁纸 其实很华丽吧 有 他喜欢的硬度的那种 亮点的感觉 他当初一看到这个壁纸 他就对眼了 对 这就是我要的 那既然他挑选了 就是这种华丽度很够的壁纸的时候 其实其他的部分 我就会让它低调 就是其实我就不会再做过多的设计 可能柜子就是柜子 我们只是呈现 譬如说木皮的质感 刷漆的质感 其他的部分就不需要再增加了 因为壁纸的华丽度已经够了 而且你知道吗 刚刚我们有提到你的空间 会让它有延续 这主要原因我看到你的壁纸 其实在我这样这个小的起居室 有贴 而且它是延伸到主卧的这个空间 对 我就是一进门以后 它等于是从沙发非常 一路延伸到主卧空间 那我只是在这两个空间 一个简单的玻璃就区隔开来了 那你会发现壁纸整个延续 拉过去的感觉 你就不会觉得说 这个空间是被隔死的 通常我会 所以我的照一般的制式的概念 会把木 木座的部分是贴墙壁 对 然后可能玻璃的这个部分 是在搭接在这边 对 可是你刚好是这样反过来的原理 对 让它的就是玻璃会 就是玻璃 你还可以看得到 因为壁纸就整个拉过去的感觉 对 所以空间这样的设计手法 就是不会这样被一分为二 那么干净清楚 感觉好像是不相干的两个空间了 像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跨了一个区域 到了这个架高的睡眠区 但事实上在空间挑高跟视觉感上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已经架高了嘛 所以就是前须的我们就是客厅的部分 天花板其实是稍低一点点 在这个架高的部分 我就尽量让天花板整个拉升上去 用侧边的间接光 作为主卧室的照明 我想知道是从刚刚楼下的公共空间 一直到我们的主卧室 不知道细心的你又没有发现 张欣在这个空间当中 你所有的门片几乎都看不太出来 而且都没有框的设计 对 应该这样讲说 我们其实这个风格 虽然是有点奢华 但是它的基底还是极简的 所以我把门框的部分都拿掉 让它就是直接到顶的设计 然后我们就不另外再收框 让我们只呈现木皮的质感 因为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是 木皮它是三型纹的 那我们只要呈现这样的纹路 其实空间的那种层次就已经够了 像这个主卧睡眠区的床头部分设计 也是这样子的简洁手法 对 它就是直接到顶 那我们可能就是说 屋主在买这张床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买有点线条 有点滑丽度去衬托 然后我们可能在左边右边 你看我用的那个灯的方式很不一样吧 你跳脱一般人的概念 认为主卧床头两边一定要左右对策 对 就是我一边让它就是吊灯 一边让它是立灯 然后它都会有点滑丽度 让这个黑色基底的层次出来 这样就OK了 这样就OK 就是画龙点睛 这样叹 一小小点就够了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在睡眠区 其实它已经是要休息了 所以就是说 我承袭了楼下上来的一些 黑色灰色的基调 来做整个空间的诠释 那我们可能在吊灯或者是窗帘 它有一些滑丽度 去让主卧室的那种层次 跟那种精致度出现 那其他就让它低调 我觉得你的空间 没有什么是要做over或过多的 就是刚刚好当那个味道 然后氛围有出来 所以你会看 你现在看是这样 十年以后呢 其实它还是会维持 这样的设计感对不对 对 因为像这个空间 它已经住了一年多了 你再看它其实都还是维持得很好 然后就是说它的空间 还是一样那么耐看 对 所以简单的东西 然后线条跟比例原则抓得好 那才是一个值得 我觉得细细品味 然后很耐看的空间 对